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 早餐之后 罗森一刻也不耽搁 将扭称实验的内容原原本本地交给了毕勒谷和艾兰这对书职 毕勒谷是识货的 一看实验方法 就知道这是大概率能成 既然从后背身上得到了真东西 那他自然也不会吝啬 他直接拿出了自己的法术书 豪爽第一挥手 罗森 这书前半本是火焰法力的运行规则 你全看取 说完补充一句 我知道你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所以千万别把老头我的宝贝全看取 罗森尴尬一笑 怎么会呢 毕勒谷一看他模样 就笑 你这个小滑头 不是我不给你看 是怕你看多了心急 后面是具体的烈焰法术 我给你选了六个施法要求低的 单独抄给你了 三个中阶 三个高阶 说着 他拿出了六本单独的法术书 落 拿去 罗森大喜过往 高阶法师的火焰法力规则 将极大程度地丰富他的术法规则库 而这是花钱也买不到的无价之宝 他快速翻看了一遍 将之录入了冒险日志 然后是具体的火焰法术 六个法术 六本薄薄的法术书 随便翻看了一眼 罗森眼前就是医运 我去 强大法术的施法要求这么高吗 毕勒谷的火焰法术 全是非凡版本 哪怕是中阶火焰法术 入门施法要求也高达七颗星 半法半屋的高阶法师 入门施法要求十颗星 且施法星术只是入门的要求 若对法力的操控细腻度不够 星术够了 也未必能施法成功 悲剧的是 他现在施法能力只有六星半 且最近进步变得十分缓慢 七星遥遥无期 见罗森面路尴尬 毕勒谷忍不住哈哈一笑 年轻人 术法之路还长着呢 别灰心 总有一天你会超过我的 这六个法术 你先放着 等水平达到了再学 还能怎么办呢 只能先存着留待以后了 之后 罗森就和瑟兰迪斯返回了阳光小柱 恢复正常的生活 冥想 学法术 练法术 然后就是拒绝各种舞会 茶会 学会的邀请 以及谢绝一切慕名而来的访客 名气太大 也未必全是好事啊 就这么过了十几天 来了一个意料之中的访客 正是中阶法师毕格 罗森热情地将他迎进了客厅 来来来做做做利杀利杀上最好的茶 毕格法师顿时受宠若惊 罗森法师 您实在是太客气了 爱您先做您先做 不要这么热情 我实在是担不起啊 毕格法师下一时想对罗森释放下位法师里来着 邀功一半才发觉不对 眼前只是低阶六星法师啊 而他可是中阶十星法师 就算对方有神印的加成 双方地位也基本持平 怎么能行下位法师里呢 于是急忙直起腰 脸上不由显出一丝尴尬笑容 等双方坐定 喝了几口茶 吃了点甜点心 毕格法师倾咳一声 进入正题 罗森法师 您当初许诺的那个那个还算数吗 如果罗森执意反悔 其实他也没辙 最多就是心中暗恨 等以后有机会了再报仇 但罗森当然不会为了这小小的代价 去得罪一个中阶法师 危险正是 他念头一动 施展了一个小型家园保护术 将两人笼罩在内后 他面容一诉 您声道 毕格法师 我非常看重我的个人信誉 只要答应的是 就一定会办到 您稍等一下 我这就将法术书给你拿来 这书他早就写好了 就放在大厅书柜各层里 这时念头一动 柜门打开 一本大约三十页 简单装定的法术书就飞了过来 落在两人中间的木桌上 法术书封面上 是一行手写的大字 是 非凡师法技巧灵巧师法 副标题是 刘树的术法应用 毕格法师如获至宝 立即拿过来细细翻阅 看了几页 他的心神就完全沉入其中 眉头十皱十平 眼神十喜十愁 一直过了大约半小时 他才不舍地将视线从书页上挪开 精妙不可思议的精妙大大解决了 逻辑法术的一大施法缺陷 也看得出 这个施法技巧还有巨大的提升潜力 所以非常感谢罗森法师的慷慨分享 另一边 罗森不知什么时候摆起了个画板 正拿着工具快速在画板上画着 听到这话后 他微微一笑 能一眼看出这点 看来毕格法师这些天必定在刘树上花费了巨大的心思 毕格法师自得一笑 不只是我 几乎整个黄水高地的法师都在这么干 说完又奉承了罗森一句 经过这几天的研读 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刘树 也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了罗森法师的智慧 刘树这个工具 真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啊 他初步感觉 只要他完全掌握了刘树 再结合自己掌握的树法之时 应该就可以着手改进灵巧施法了 到时候 将灵巧范围扩大一倍 应该不在话下 罗森双手不停 从对方表情中已大概猜测到其想法 心中暗暗一笑 想扩大灵巧度 可以 但最多扩百分之二十 再多就是做梦了 因为再扩百分之二十 就一定遇到数学难题了 没有新的数学工具 必定卡着动不了 作为过来人 罗森什么都知道 但他就是什么都不说 必隔见罗森在专心画画 心中一动 先仔细收起法术书 然后起身走到他身后 细细看着画布 画布上的内容已经初步成型了 可以看到一个男人正坐在椅子上 专注阅读书籍 罗森见他来了 就解释道 我认为 专注阅读最能体现法师的气质 所以 我将你刚才的模样画了下来 必隔很是高兴 我相当的期待了 他就耐心等着 而罗森也没让他久等 六星诗法技巧加持下 绘画速度出奇的快 只花了一个多小时 就绘制完毕 他将画板换个角度展示 给了毕格 笑道 毕格法师 您觉得如何 毕格一看就呆住了 有一种照镜子的错觉 但很快发现 镜中人比他长得更加完美 更加纯粹 身上那股法师的气质非常凝聚 神秘 专注 智慧 而他的缺点 却被一种高超的技巧减弱或被掩盖住了 任何有眼睛的人 都一眼能看出画中人就是毕格法师 但也能一眼看出 画中的毕格是更好的毕格 罗森法师的话 既真实则则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 总之 我对这幅画非常满意 罗森便对画布释放了一个灵巧干燥数 瞬息让其变干 然后简单装定一下 便递给了毕格 同时 他一脸恳切地说出自己想法 毕格先生 诚信是我人生的座右鸣 有恩必报更是指挥我前进方向的人生灯塔 我绝不会忘记您不顾自身安危的挺身而出 以后您要是找我画画 我一律给你五折的优惠 毕格心中狂喜 双手恭敬接过画布 人人都知道罗森法师是个大有前途的年轻法师 却没想到您竟然还有如此高洁的道德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我一定尽力而为 哈哈毕格法师真是个痛快人 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哈哈能成为罗森法师的朋友 令我感到十分愉悦 更感到万分的荣幸 双方一阵猛烈地互吹 俨然成了多年的老朋友 不过 毕格法师也不纯粹是在吹牛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法术书 罗森法师 非常感谢您的话 我也没什么报答 就和你分享一个我自创的非凡中阶法术吧 罗森很高兴 毕格法师真是慷慨 我非常喜欢您的礼物 接过法术书一看标题 中阶中性七星罗技法术月亮之火 则 搞我心态呢 众音好 心中觉得蛋疼 但终究是不错的礼物 罗森依旧真诚感谢 又聊了一会儿 毕格便高兴地带着画布离开了阳光小柱 等到了马车上 他拿出画布细细欣赏 越看越是喜欢 心中忍不住想 少年报的大名 原以为眼睛会长到头顶上 却没想到竟然还保有谦逊的美德 这朋友值得深交 若干年后 我家族的前途说不定就得靠他照顾了 我便当做了五座 非常 一词 两词